义工菩萨们 主位同学们 主位来宾 大家下午吉祥 阿弥陀佛 大家中午有没有休息一下 古人说要睡直午觉 午时是十一点到一点 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眯一下 精神就会补充很多 但是白天不能睡太久 大家有没有睡太久的经验 睡了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醒过来脑子怎么样 昏昏的 所以小气稍微休息一下 这个都是天地的规律 我们要去懂 这个止时 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 这个王大夫有没有告诉大家 十二经络 一天当中运行的时间 我好像不应该捞过戒 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 一点到三点是肝经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一定要休息 你的肝胆 在这四个小时是当令 这个时间你不好好休息 你整个身体就没有办法 很好的解毒了 新陈代谢了 你后面再来补 我三点才睡 你很难补回来 身体就一点一滴 就伤到了 所以该睡的时候 要睡 这都要懂 而且古人留了一句话给我们 大家耳熟能详 但是能重视 这两句话 就是有福报的人 叫百善孝为先 万恶淫为首 那百善孝为先 第一层意识 就是孝为百善之首 人生有两件事不能等 一个是行孝 古人有提到一个感叹 树欲净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带 这是人生很大的遗憾 所以行孝要及时 还有一点 行善也要及时 我们可能都知道 比方说我存钱在银行 银行我有一本 这个存折 大家银行存折 存了多少钱 知不知道 大概知道了 那我请教大家 当你有劫难的时候 你存了一百万 能化解这个劫难吗 不行 你积得得过后 可以逢凶化解 这个是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台湾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那都排在世界前面 那都排在世界前面几名的 他的太太癌症 他能不能解决 他可以盖一个癌症医院 但不一定能救得了 他的太太 后来他的兄弟也生了癌症 他也没有办法化解 那我们有听过很多例子 你看刘树云老师 红班姓郎昌 比癌症更凶猛 夺去人的生命 可是你看他 听经念佛 就把他的劫难化解掉了 现在他都八十多岁了 讲话丹田比我还有力气 这些都不是偶然 他们都是懂得 积功累得 断恶修缮 所以改造了他的命运 我以前有一个校长 他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事件应该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 可能有些人 大部分还没出生 这个2001年 纽约双子星大厦倒下来 大家知道吗 这个恐怖分子 开着飞机 撞了双子星大厦 结果我们这个校长的 一个好朋友 就在那一栋大厦上班 而他这个朋友 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 就一辈子 都是上了四十多岁的人 就生活很规律 然后很守时 工作认真 结果就在要发生 这个双子星大厦这个事情 前一天晚上 他怎样都睡不着 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后来好不容易睡着了 睡过头了 然后赶紧赶去上班 因为他睡过头了 迟到了 他从地铁走出来 要往双子星大厦走 就看到双子星大厦垮下来了 假如跟平常的情况一样 他已经在大楼里面 好像他是做了一个梦 做了一个梦 有人要把他拉进 这个一个地方去 结果你看他隔天 迟到了 逃过一节 诸位同学 这是偶然吗 哪有那么巧 十几年工作 就刚好那一天睡不着觉 所以你积的德够厚 你行的善够多 就可以化解灾难 所以人生有两本 存折 一本是看得到的 money 一本是什么 你积的应得 请问大家 你的一生当中 有没有可能会有劫难 有没有 请问大家 你有没有把握化解掉 我们这一节课 尤其要介绍一位 改造命运的典范人物 了凡先生 他是 命被人家算得很准 十五岁就算了 结果算了之后 他每一次考功名的名次 考第几名 通通跟孔先生算得一模一样 所以命运是存在的 命由我做 扶自己求 而他后面发愿 做三千件善事 他开始做了 结果去参加考试 没有准 本来算他考第三 考第一名 而且他命中没有孩子 后来他有儿子 他只活到 那个算得很厉害 说他五十三岁 八月十四日 八月十四日丑时 晚上哪个时辰死 当寿终正寝 命运可以算到那么准 他没有求长寿 他活到七十四岁 所以延长寿命 二十一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看到好的榜样 要升起一个信念信心 天下无难事 大家配合一下 下一句 而且 大家不要说 老天爷不公平 有没有人讲过 老天爷不公平 这样 这样老天爷会很无奈 他能做老天爷 他能做佛佛萨 那他一定是大公无私 不然做不了 我们很可能 站自己的角度看 有时候会误会老天爷 你看刚刚这个小美 有没有误会她妈妈 自己的感受太强了 都站自己的角度 有时候没有体会到 刚好父母在忙 那其实一个人 心真的安定下来了 那妈妈的爱在哪里 大家现在想一想 可能你身上穿的 从头到尾 可能都有母亲的关爱 在里面 一天当中 一些生活的细节 怕的是我们 视为理所当然 你就不知道那里面 都是父母的爱了 我们提到了 福田新根 第一个就是恩田 懂得念父母的爱 懂得念父母恩 尤其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你看母亲要生育 把我们生出来 那个痛是超过 癌症的痛 好像就等于是十五分钟 就拿一把刀割你一下 割你一下 这样 所以那个生育 这个产房里的床 都有这个缸柱 那是弯掉的 母亲在生育的时候 因为太痛了 握着那个缸柱 都弯掉了 而这么大的痛 母亲在生下我们 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们健不健康 马上就把他 这个痛苦摆在一边去了 这一念心 我们一生就很难回报了 更何亢我们三岁以前 自己走路都困难 摇摇晃晃的 你看一千多个日子 不都是父母一把死 一把尿这样 拉扯我们长大的 所以不能忘这个本 而摆扇效为先 所以效为摆扇之手 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效心开了 摆扇会跟着开 所以我们佛门 菩萨表修德 我们了解菩萨他们的 精神 我们就知道怎么修行了 有四大菩萨 大家一定要认识 第一个是地藏 王菩萨 第二是 观世音菩萨 他们 很特殊的 这个特点 大院地藏 王菩萨 大家应该有印象 这个李校长讲到 林连玉老先生 说到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个就是 地藏王菩萨发的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敬 方正菩提 这是地藏菩萨 大院地藏王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代表慈悲 这个 大智文殊施力菩萨 这是智慧 一个人有爱心 没有智慧 帮人会不会帮到忙 有可能会帮到忙 所以要 慈悲 又要有智慧 第四呢 是大恨 普贤王菩萨 你修菩萨的 修普贤行 就可以成佛 这个是四大菩萨 而第一尊 地藏王菩萨 他表的是 孝清尊师 而这个地藏 就是新地保障 开发新地的保障 我们这几天都有提到 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 佛陀讲了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这个是真正认识到 自己的本性 我有无量的智慧得能 福报 我怎么样恢复它 怎么把它开发出来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表法 新地保障 要靠孝清尊师 来开发 当然你孝清尊师了 你的命运 开始改变了 那我们 这几天 都给孔老夫子 行礼 这是尊师 他是至圣先师 在宋朝 有一个人 他很尊重 孔老夫子的教导 我们说很 习智 智 因为以前 纸张很不容易 上面都有写 经教 所以一般 对智子都恭敬 哪怕它破掉了 也不 随便丢 让人家 践踏 对圣贤教诲 尊重 都会拿去 火炉 烧掉 埋掉 很恭敬 那这一位 这个王先生 他就很爱惜致之子 尊重 孔老夫子 有一天晚上 他做梦 梦到孔老夫子 在他梦中 拍拍他的背 说 你这么尊重 你这么尊重 圣贤 这些教诲 不过你年纪大了 我派 曾子 刚好 金龙有提到 曾子 跟孔子的对话 无道 亦以贯之 这个曾子说 唯 曾子是传 孔夫子的道统 所以他是终圣 也是圣人之一 那夫子 对着这个王先生 在梦中说了 你已经年纪大了 我派曾子 来做你的孩子 所以 后来他太太怀孕了 就取他儿子的名字 叫王真 大家认识王真吗 宋朝一个名相 成就很高 做到宰相 那是曾子 转世来的 各位同学 你们以后成家 你们希望是圣贤人 来投到你们家 还是冤亲在主 投到你们家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抉择 抉择 你积德行善 你就赶招 圣贤人 来你们家投胎 你假如做了太多 恶事 那铁定 会赶来不好的子孙 所以人生 离不开两个字 感应 能感是我们的心 所感是境界 你积德行善 这是能感 你就会感得 人生的五福灵门 大家还记得拿五福吗 有没有同学 说说 拿五福 没有带奖品来 不然重赏之下 必有永福 来增誉 有请 拿五福 请 好 你的为人 不喜欢麻烦别人 这是 很好的优点 大家好 第一个是长寿 第二个是富贵 第三个是康林 第四个是浩德 第五个是山中 谢谢大家 很好 来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那你要行善 才能感得五福灵门 所以我们修善 能感得福报来 造恶会赶来灾祸 这都是感应 古人留了一句话叫 龙交龙 凤交凤 老鼠的孩子 会打动 所以你人生 你找的另一半 也是感应来的 夫妻 福报德能 差太多 碰不在一起 佛也有讲 那个投胎 他命中没有这个福 你福报很大 他投不到你们家里来 都不是偶然的 好 那 我们那一天 还跟大家探讨 我问了大家好多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你有把握不得癌症的 请去走 有把握不得忧郁症的 我问了几个问题 我现在问的这些问题 都不是一两个人是这样 多少人 我小的时候连癌症都没听过 八九岁的时候 没听过癌症 老人都是怎么走的 早上起来 某某人 爷爷 昨天 睡觉 没醒来 就走了 四个二十年 三十年 怎么走的 医院里面走的 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 有果必有什么 因 三之经里面 窦烟山 有一方 交五子 民俱阳 这个是 赵老师有讲这个故事吧 我不要捞过戒了 有讲到吧 梦到 他爷爷 就是他 做太多恶事 他爷爷说 你再这样下去 我们家就绝后了 没有子孙 他还蛮可贵的 醒过来之后 开始改过之心 所以这个窦烟山 又是一个改造命运的好榜样 而且 大家注意 今天你改造命运 你不只会改造 你子孙的命运 你可能还会影响 后世的人 我请问大家 林年玉老先生 跟神木玉老先生 除了辟应他的后代以外 请问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你看整个马来西亚华人 你看孔老父子 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孔老父子把2500年的文化传下来 你看哪一个朝代的新盛 哪一个家庭的幸福 哪一个人的 这个人生的 得到的利益 离开他的教会 所以你看他影响的人 面好大 你影响的人 利益的人越多 你的福报越大 当然 假如你 做的坏事 害了很多人 那这个罪业也很大 在佛经里面就有 有两个出家人 弘法 很多人来听 结果就有其他的人嫉妒了 就毁谤这两个人 这个地方的人受影响了 不来听经了 结果这几十个人 毁谤的人 使得说 堕在地狱 一千八百万年 不只这样 从地狱出来 要先到恶鬼道 恶鬼道是见不到太阳的 然后又过了很久 又到畜生道 之后呢 又很久 才回来做人 而且他回来做人 没有智慧 因为他影响别人 文法 文法会有智慧 他影响别人 他做人也是愚痴 所以他听佛陀讲经 都听不懂 他很难过 跑去问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又把他们带来 问佛陀 佛陀就讲到了 他们前世造的这个业 几十个人痛哭流涕 大家想一想 到地狱一千八百万年 你看有多久 在地狱 一天要死一万次 那么多 死而又 风一吹 又起来受刑罚了 好 他受那么久的刑罚 请问他造业的时间多长 就毁谤啊 讲几句话 所以不能 随顺自己的坏习惯 你看那个口业 出去才几秒钟啊 要受报那么长 所以圣教首先 要会爱自己 不要跟自己的命运 不只是这一世 还有什么 来世 所以诸位同学 我们要改造的 不只是这一生的命运 要看得远 要改造 生生世世的命运 大家喜不希望 不要再搞轮回了 不要再度到三恶道了 所以目标要定在 要去极乐世界做佛了 那你的人生目标 就跟人家很不一样了 这个窦燕山 他后来断恶修缮了 本来没有儿子的 生了五个儿子 所以窦燕山 有义方 交五子 明居羊 五个儿子都很有成就 后来他活到八十几岁了 有一天洗好澡了 因为他知道他要走 你看躺在医院的人 都是迷迷糊糊的 哪知道自己要走 你看这些修行很好的 古人 知道要走 就像海贤老婆这样 他活到一百一十二岁 工作了一整天 一百一十二岁 耕田耕了一天 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今天干完 我就不干了 他一语双关 晚上自己敲影庆 佛来接他走 他多自在的人生 我们好好修 这些都是榜样 不要上了年纪了 哎呦呀 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 那这个多盐山八十多了 洗好澡 跟亲戚朋友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打好招呼 坐着就作画了 一点毛病都没有 无疾而终 头都没有偏 就这样 就走了 后来范仲淹先生 以他为榜样 诸位同学 你要不要 希望你走了之后 人家以后 以你为榜样 要不要 这么少人愿意 你们都是大人 我勉强不了你们 好 有一个问题 大家慎重思考一下 我曾经听过一位 也是高僧 孟参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的弟子 他被人家关在监狱 几十年了 好像三十多年了 他也活到一百多岁 大家想一想 被关监狱几十年了 不郁闷 死掉就不错了 你看他还修得那么好 他曾经讲过一个 一段法语 我也供养大家 大家思考一下 一个人 先看清楚了 你人生的最后一刻 再来经营人生 你的心境可能就不一样了 还有雷 就是大家 大家要醒了 这个雷震 我们醒过来了 佛语犯雷震 真的哦 这个问题你思考好了 你的人生的格局 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了 好 诸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见过 人生最后一刻 没有啊 没有啊 有的请举手 你们都没有 爷爷奶奶离开 你们在跟前啊 真祖父 真祖母 都没有啊 有吗 好 同学你说一下 最后一刻是什么状态 你们没有经历过 但是你们也看过吧 看清楚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是 因为我太婆 当时候 一百 我太婆去世 太婆啦 对 我太婆去世 哇 这积善之家 活到一百多岁 来 一百 一百零五岁好像是 然后 他死的时候 是在棺材里面 我们就去看他 哇 那最后一刻 你没看到哦 没有 没有没有 那是断了气以后 去看的 好 请坐 好像还有其他同学 有举手啊 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 他是活到了九十九岁 走在那里 然后坐下来就这样 然后就走了 坐在椅子上 是坐在那个十吨那里 十吨啊 对 好 哇 这是坐着走的 他生前有修行吗 没有 反正就是 他生前的话 就是非常的简 简约 简约 好 谢谢 这个是坐着走的 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啊 我自己是亲身看到 我的爷爷断气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 三长两短 这个成语是有道理的哦 三长是什么 吐了三口很长的气 两短吸了两口很短的气 第三口没有吸上来就走了 这叫三长两短 很明显哦 我们当时就在跟前哦 然后那一刻 最后一口气没吸上来 你看 双手双脚一摊 这个动作告诉我们什么 什么都带不走 看清楚没有 身外之物 身体都带不走 身外之物 全部都带不走 好 那 诸位同学 假如我们忙了一辈子 统统带不走 你觉得忙了几十年 为谁辛苦 为谁忙 所以就看清楚以后 要思考 什么是带得走的 这个是大家要思考的 带不走的东西啊 你积那么多干什么 台湾哦 有很有钱的企业家 留了好多钱啊 结果 去世以后 他的子孙争财产 争了三年了 还没争完 还在打官司啊 他的棺材一直摆在那里 三年都没有办法下葬 变死无葬身之地啊 你看古人 这个钱字怎么写啊 左边一个经 右边两支 割 割就是刀 你看 留钱给子孙啊 子孙在那里争啊 所以我们把人生 最后一刻看清楚了 要思考 什么是带得走的 什么是真正能留下来 利益子孙的 而不是让子孙打架的 不然你一生的努力啊 最后搞得自己 这个也放不下 那个也放不下 最后去很不好的地方 然后子孙还打架 你说 忙到最后 害了自己 害了子孙 一点意识都没有 所以你这一生 所造的一切善 是带得走的 身外之物都带不走 像刚刚讲的 普贤菩萨 你跟普贤行相应啊 你积累的功德啊 那个功德力会 带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现在好好念佛 求生净土 你那个念佛 功不堂娟 念一句都有一句的功德 这个都是带得走的 那留得下来的是 会利益子孙的 你就是留因德 我们看灵老神老 包含孔夫子 都是留因德 给后代子孙 那我们有这样的心境 那我们今天讲的 命由我做 这个命还不只是自己的命 还攸关你后代 而且你做得好了 你还敢招圣贤人 到你们家来投胎 印光大师 还有教怎么感召圣贤人 叫求子山药 你们记住有这一个 你们上Google 还是上百度 因为我不能聊太多了 你打求子山药 印光祖师都有教 好 那福自己求 我们一想到福 刚刚梁同学讲的 五福 还有幸福快乐 是吧 这个词我们常常连在一起想 那我问大家的这些问题 癌症 忧郁症 离婚 孩子教不好 你看这些问题 都会让人生痛苦 只要有一条 人生你要很快乐就很难 那这些都是结果 你要不要避开那个因 你就不会有那个果 今天王大夫讲的课 这个皇帝内经 有哪三句很重要的话 有没有人记得 养生 三句话 不能翻讲笔记 就是你刚好记得的 学东西 要更珍惜 你看老和尚 跟李秉兰老师学东西 李秉兰老师讲 一次 他能复讲 百分之九十五 有没有人记得 金龙 有请 这个要练这个态度 我也练过 学了要把它记住 饮食有节 起居有常 不忘做了 对 就这三句 来掌声鼓励 你现在养成这样的习惯 你不会得癌症 有因有果 好 那我们探讨一下 一个人的身体 心理 包含他家庭的问题 夫妻 大家思维思维 父子兄弟 为什么会告上法院去 包含这个自杀的情况 包含这个 在社会当中 不诚信这些种种问题 犯罪 你看诈骗 种种这些问题 看起来好像 从个人身心 家庭的社会 这个社会好多问题 那个都是一个结果 它的根源 它的原因 离不开人心的问题 人心是 被利欲熏心的 才会造成这个结果 大家去思考看看 是不是这样 你看夫妻 为什么会有第三者 他有欲望 这个父子兄弟 为什么告上法庭 重力轻易 都是人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 养我们的浩然正气 我们做人 就是很有道义 恩义 情义 你的心 你的心都不是 利欲熏心 你不会赶那些结果来 命由我做 扶自己求 是掌握在你的手上的 你不要种那些 不好的因 下去 我跟大家 我跟大家 有谈过 这个 佛 49年 所讲的经 从世上 没有离开两个字 叫做 因果 所以你不种那个因 不会赶 那个果来 那你有这一生的因果 你还有过去生的因果 你们这一生有没有说 遇到这个人 他挺 找我麻烦的 大家有没有遇过 那不是偶然的 因为你上辈子 常找他麻烦 那你了解这个因果 你就不怨天 不由人 这个佛有说 三世因果经 那这个 陈德稍微 念给大家听 我们感受感受一下 这一生的因果 富贵皆由命 前世各修因 这个是节路 不是全部 今生做官 为何因 前世黄金 装佛身 莫说 做官 皆容易 前世不修 何处来 骑马 坐轿 为何因 现在不骑马 也不坐轿了 现在是坐车 前世修桥铺路人 你前世修桥铺路 所以现在家里 有车可以坐 有时有穿 为何因 前世茶食 施平人 你现在有这个 有吃有穿 你有帮助过贫穷的人 无时无穿 为何因 现在持穿 比较困难 前世未舍 半分文 前世不愿意 布施了 福禄 俱足 为何因 前世照安 见良庭 你有见这些 修行的士 安 照良庭 相貌端严 为何因 这一生长得 相貌很端正 前世鲜花 供佛钱 所以不要羡慕 人家长得庄严 你这一生好好修 这一生相貌就改变了 我看你们都没什么反应 你们对自己长得 都很满意 是不是 都还来得及 都可以修的 聪明智慧 为何因 前世吃灾 念佛人 这个交妻切 为何因 就是夫妻的缘 不错 前世佛门 多结缘 父母双全 为何因 前世敬重 孤独人 多子多孙 为何因 前世开隆 放鸟人 你很爱护生命 敢来多子多孙 前世 今生长命为何因 前世买物 多放生 今生短命为何因 前世宰杀 众生生 今生无病为何因 前世施药 救病人 今生龙雅为何因 前世恶口 骂双亲 这个会龙雅 这个有他的前因 当然 你假如遇到龙雅的人 你不要说 你就是前世 就是骂你的双亲 他已经受这个报 比较可怜了 大家不要乱用佛法 警惕自己 然后关心 爱护他 有机缘 再把佛法告诉他 你不要遇到人家 第一次 你就是前世没有修好 人家一下接受不了 出言要顺人心 今生奴婢为何因 就是很没有福报 很卑贱 前世忘恩 负义人 今生猪狗为何因 前世皆因 骗害人 欺骗害人 你得来还债 今生坐牢为何因 前世作恶不让人 灵丁孤苦为何因 前世恶心 清算人 你去侵犯别人 害别人 雷火打烧为何因 大衬小斗不公平 做生意 没有平良心 万般自作 还自受 远在儿孙 你会祸及子孙 尽在身 前世修来 今世受 龙天不亏 善心人 人人畅行因果经 世代儿孙 家道兴 三宝门中 福好修 一闻喜舍万闻收 这个佛门 舍意得万报 因为 比方说 今天我们那么多义工 来护士大家学习 结果同学 你听了之后 改变你的人生思想 你本来比较自私的 现在愿意去利益别人 你的命运变了 你会把这些正确的思想 再传给你的孩子 所以这些义工 做的好事 影响你往后的世世代代 这是一个人 结果我们有几十个人 来上课 那他们这几天做的 功德就很大了 不只是你们几十个人 我们现在有 现场直播 还有那么多人在看 还有这个录像下来 这个录像可以存 几百年 你看后面的人 假如又有人看 都跟这些义工 成就这个姻缘有关 所以为什么说 舍意得万报 因为你可能影响的人很多 你都有那一份功德在 所以佛门好众福报 所以劝君既在兼劳库 就是这个既得行善 这个很稳妥的 事事生生 福不休 你跟子孙福报 都不会停下来 好 这个还有另外是 观世音菩萨 转世的这个宝字工 他也是 结录这个因果经的 为人豪贵 国王长者 从礼世三宝中来 尊重佛法身 为人大富 这个人很富贵 从布施中来 为人长寿 从此不杀生 戒中来 你看我的身体不是很好 那么苗条 我小时候就是抓 这些虫 这些龟 这个 金龟子 这些东西 所以也是犯了杀业 那时候不懂 我记得有一次 爬到树上 抓金龟子 从树上掉下来了 结果 底下就有玻璃 大家看我这个 血管这个地方 有 差不多一公分的 刀痕 不是 玻璃 痕 这个就是果报 可能有祖先保佑 没有 割到动脉 所以这个 为人长寿 从 持不杀 生戒中来 为人端正 从 忍辱 无称 中来 一个人都 不乱生气 他的相貌 会越来越端正 为人 勤修 无有懈怠 这个人干什么事 都很勤劳 都不会偷懒 从精进 中来 他过去一生 就很精进 为人 才明 远达 这个 从智慧 中来 为人 阴身 清澈 从 歌勇 三宝 中来 连 声音 也是修来的 唯人 声音 会不会变 会哦 大家有没有听过 老和尚 三四十年前 讲经的声音 很不一样 老和尚 年纪越大 那个音声 越 越好听 可以修的 为人 竭尽 无有疾病 从慈心中来 慈悲心 为人 长大 疏好 就长得很好 恭敬 人故 为人 短小 轻慢 人故 所以你看 音声 相貌 长相 都没有离开 音国 当然 我们现在 明白了 就可以 好好 种好的音 这些都可以 转 为人 丑陋 喜称 会顾 太喜欢 发脾气了 身无所知 不学 问顾 不好学 为人 专于 就是比较愚昧 不教人 顾 你没有做法布施 所以觉得自己现在不够聪明 赶快多修法布施 得聪明智慧 为人 下死 就是你处在比较卑贱的位置 负债 不偿顾 钱是欠人家钱 没还 身体 身的恶疮 也有原因的 鞭挞 众生 顾 你以前 鞭挞 这些 畜生 赶这个恶爆 人见 欢喜 人家见到你就 欢喜 为什么 因为你见人欢喜 中了这个因 人家见你就欢喜 好 这个都是因果 我们 了解 所有事都没有离开 英国 好 那 刚刚跟大家分析了 所有这些 不好的情况 都跟 人心朝着利誉 最后赶得这些不好的结果 我们把它转 都用道义的存心 这个人生 就不会受到这些磨难 那我们讲 幸福快乐 对于这个快乐 我们也要 思考 深入一点 真正的快乐 不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来的 你觉得快乐 那是很短暂 而且很可能会 乐极深悲 科学家有说 一个人 一两岁的时候 平均一天 笑一百八十次 成年之后 一天笑七次 我看你们现在 笑的就不是太多 你们可能不记得 你们一两岁的时候 一天可以笑一百八十次 你看 还有音乐配合 代表 key point 到了 刚刚有雷声配合 现在还有道具配合 就是 都是重点 都是重点 科学家 的这个数字 告诉我们 人会越活 越 笑不出来 请问一个人 活着追求什么目标 快乐 哇 怎么越来越笑不出来 good question 听他讲这个好问题 代表他是很喜欢 思考人生重点的 那有没有同学 你思考看看 为什么会越活越笑不出来 明明他就是要追求幸福快乐 可是他却越来越笑不出来 主则有请 人生 最难的不是奋斗 是抉择 你抉择方向错了 你越努力 越笑不出来 就好像你越努力 越睡不着觉 你要放松才睡得着 因为求不得 很多东西求不得就容易烦恼 哇 很好 谢谢 来掌声鼓励一下 为什么一个人一两岁 笑一百八十次 他每天看到爸爸妈妈 他就很高兴了 可是随着他年龄增长 他的贪心变多了 贪心越来越多 他求不得的痛苦就越来越多了 而且贪求贪欲 欲是深渊 有没有底啊 没有底哦 所以欲望是刺激你哦 你感觉好像 哎呀 好快乐哦 好好玩哦 我记得我带那个六年级的同学 我跟他们说 这个大自然非常美丽 磁场很好 你们去了之后 负离子快速增加 是吧 讲了半天 好 你们要去哪里 游乐园 没办法 我只好陪他们去了 结果去了游乐园 他们去玩那个 坐上去这样 咚咚 咚咚咚 四个人坐在里面 转啊 转啊 我坐在旁边说 这有什么好玩的呢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啊 我去玩玩看吧 到底有什么好玩 结果我玩之后就想吐 你看人怎么活到 要去虐待自己 哇 玩玩头昏脑脏的 说 exciting 那个都要靠刺激 因为人啊 他没有找到真正的快乐 真的快乐是由内而外的喜悦 从内而外这是真正的快乐 从外面来啊 刺激 你要越刺激越强 你才能满足 好 举一个东西 手机 哎呀 好好玩哦 是吧 好 你本来玩半个小时 下一次呢 半个小时 不痛快 一个小时 再过一段时间 不痛快 一个半小时 再来呢 从外面来的刺激啊 要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最后强到你没命了 我看很多报道啊 一个孩子 坐在电动玩具店里 坐了几天 最后猝死 有一个词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叫多巴胺 那种外面刺激叫低级的多巴胺 哇 你好像觉得 哎呀 快乐快乐 但是 那个是很低级的 它会让你的身心一直受损 一直受损 所以科学家 在老鼠做实验 把他的脑子 装进一个晶片 然后呢 他去踩那个 踩一个按钮啊 就会刺激他产生多巴胺 哇 所以那个老鼠啊 就一秒钟 踩上百次 踩到他 筋疲劣也死掉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现在都是去找 那个刺激的快乐 看手机都看 一整夜的 最后 身体就垮掉了 你看 哎呀 吃东西太快乐了 然后就吃很多 吃很多 结果呢 吃到最后 身体都失控了 病都来了 我们常在海外走啊 哇 这个海外 甜食很多啊 吃甜的 吃啊 吃啊 那都是吃鸡 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哇 他们胖都胖到 根本那个飞机 座位都坐不下去啊 大概两个座位给他 不然他坐不了啊 哇 你说那个 把自己的身体 都搞坏掉了 所以 各位同学 不要把人生的快乐方向 走错了 你会越活越笑不出来 真正的快乐 由内而外 助人为乐 知足常乐 天伦之乐 这是正确的 希望大家越来越笑得出来 你们好像不太愿意笑 佛门第一堂课是弥勒菩萨上的 布袋和尚 你看 笑口常开 拜托一下好不好 我们这个每天都跑出两行字 念念味 他人着想 他人着想 常常以 要笑得出来 才能出这个门 不然白听了那么多天的课 孟子说 人生有三乐 这都是最正确的 快乐的方向 第一就是 父母聚存 兄弟无故 天伦之乐 你去孝顺父母 那个功德跟孝顺佛 侍奉佛是平等的 所以堂上二老是活佛 大家要好好孝敬 第二呢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大家感受一下 比方说今天这个人 他要赚钱的过程 他有触犯法律 他赚到了 你觉得他会不会快乐 他的心常常要想什么 有没有被人家发现 其实你已经很难 发自内心的快乐了 而且一个人犯法了 结果还赚到钱 你觉得他很聪明吗 他是小人冤枉 做小人 他本来命中更有福报 被他的小聪明 折掉一大半 因为犯法了 就折掉一半 君子乐得 做君子 小人冤枉 做小人 所以良心的快乐 贫身不作 亏心事 夜半敲门 心不惊 当然你真的惊的时候 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因为现在社会 治安风气 不是算非常非常好 你遇到极难恐怖 你只要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一定会救你在 危难当中 这是他发的愿 他已经成就了 好 所以自己要遇到危难 要念观世音菩萨 你有亲戚朋友 你也要把这个告诉他 就可以逢凶化吉 第三 得天下因才而交之 这是第三乐 其实就是你去帮助很多的人 这是人生的快乐 好 这都是由内而外的 还有学而实习之 不亦越乎 你学习了 你的智慧提升了 德行提升了 那种快乐是由内而外的 叫法喜充满 好 那 这个命运 是真有 你不去改变它 那万般典 那万般兼是命 半点不由人 就像你考第几名 甚至你在哪一年生病 都是定的 那每一个人 你每一天 你的福报 有加减成储 你做了一个好事 加 你做了一个大好事 变成 你的福报 成以二 成以三 因为利益的人很多 所以每天都有 加减成储 每一天现在要转成 都有加 都有成 都用善心来带人 而且要知道 你种下去的种子 不会坏 比方说你今天骂人 你铁定以后要受果报 所以真正知道英国 不再做恶事了 那我刚刚跟大家说到了 一个改造命运 很好的榜样 辽凡先生 明朝的原辽凡先生 他有把整个命运的理论 有告诉我们 所以辽凡视讯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立命之学 整个命运的道理 在这一篇讲得很清楚 而且呢 他是怎么改变的 他遇到云古禅师 告诉他命运的道理 而且云古禅师问他一句话 因为他被人家算 考不上功名 没有孩子 云古禅师问他 你觉得你应该有功名吗 你应该有后代吗 这一问很重要 诸位同学 你觉得你应该有福报吗 你应该长寿吗 云古禅师这么一问 辽凡先生反省自己 他静了好一会 追醒良久 好好反省自己 走过来的几十年 我不应该有 因为我有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坏习惯 才会有这个结果 所以改造命运呢 从改坏习惯开始 所以诸位同学 我们有哪些坏习惯写下来 我要把它改过来 你的命运呢 就开始改变了 那了凡先 试讯第二篇呢 是改过之法 怎么改自己的过 我们现在面对自己的坏习惯 要发三种心 第一个是此心 修此心 你看圣贤 佛菩萨他们都成就了 我怎么还在这里退步 沉沦下去了 修此心起来了 人就会 奋发改过 第二个是 畏心 敬畏因果 我现在继续造恶 哇 要在地狱 恶鬼畜生到待很久 你有敬畏的心了 你不敢再去作恶了 此心 畏心 还要发勇猛的心 什么时候改 right now 当下就要去改 你不要说我明天再改 那明天太多了 你到时候几十年过了都没有改 当下就去改 这个是 要发这三心 然后从事上去改 从明里去改 你知道乱发脾气 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了 你到底懂了 你慢慢就不发了 还有直接从心上去改 这个了凡先生都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断恶 再来修缮 你不断恶 就好像你拿了一个桶子在装水 结果桶子底下破洞 水都流掉了 要先改过 你修的福才不会流光 改过之后 再来第三 行善 叫积善之方 那里面有分析很多 什么才是真正的善 什么是假善 你要会分辨 你没有这个智慧 看起来是在做善事 结果反而害了别人都有可能 慈悲都祸害 你要用智慧才行 第四叫谦得之孝 谦虚 已经有六十四卦 只有一卦是六个窑 都是吉祥 就是你积德行善 你怎么一直保持 不会失掉 这个就要靠谦虚 所以谦虚这个德行 我们也要好好来修 多向别人学习 好 那最后我们要改造命运 也不要着急功尽力 要很有耐性来改 而且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要静静退退了就沮丧了 这些坏习惯就能突破了 那老和尔老和尔 老和尔常常常用四个字 沉浸千和 我们真诚恭敬 依照圣贤佛菩萨的教诲去做 老实听话 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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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和气 都是以大局为重 的心态来主事 那心用对了 相信这个命运 就在自己用对心的一点一滴当中 慢慢越来越好 好 那这一节课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